两名蒙面劫匪冲进镇上的银行准备大捞一笔 他们分工明确守法献熟 配合的天衣无缝 显然是两名惯犯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是一个民风彪悍的小镇 就在他们往袋子里装钱的时候 遭遇了镇民们的反击 两名劫匪还是头一回遇到这么蛮横的抵抗 吓了屁股尿流 急忙开着车落荒而逃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西部犯罪片 服汤到火 故事发生在美国西部的德州 某小镇的银行支援刚准备打开门上班 就被两名劫匪也控制了 不过这俩劫匪在行动前显然是没有了解清楚 进屋之后才得知银行里的钱全锁在了保险柜 而保险柜的密码只有经理才知道 八点半银行经理准时来上班了 两名劫匪也成功的抢到了钱 这两名劫匪是亲哥俩 哥哥叫铁锤弟弟叫拴住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俩只抢小面额的美抄 因此每次抢劫的钱并不是很多 第一次抢劫这么顺利 此时银行支援胖大姐正在替老牛仔张大姐兑换零钱 两人冲进银行之后 银行支援胖大姐当时就下了婚飞天外 老牛仔张大姐显然是见过大失眠 气定神闲一点都不慌 两人抢完钱刚跑出银行 老牛仔张大姐叮咛光当就开了墙 哥俩无心恋战开着车仨子撩了 哥哥铁锤坐了十年的打牢 一年前才放出来 弟弟拴住几年前离了婚了 目前一直死守着老妈留给他的农场 生活的非常艰难 但无良的银行正在想尽一切办法以低价回收他的农场 因为据说这个农场的下方有石油 哥俩抢银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攒钱 保住他们老妈留下的这个农场 为了防止警察的追踪 两人回到家就把作案式的汽车给掩埋了 马上就要退休的老警长都爷是一名饥饿如仇的老大爷 虽然离退休不到一个月了 但他仍是决定要把这些连环抢奸汉查个水落石出 都爷带着搭档来到了第一家被抢了银行 见到了被揍的鼻青连肿的银行经理 但遗憾的是 由于设备陈旧 摄像头并没有能拍摄到铁锤和拴柱抢劫的过程 不过都爷根据多年办案的经验 认为两名劫匪很可能会继续作案 都爷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 由于拴柱拖欠了前期很多的抚养费 因此目前抢来的钱还远远不够 于是哥俩准备再接着干 这时候哥哥铁锤盯上了旁边的一家银行 趁着弟弟拴柱吃饭的功夫 铁锤单枪匹马闯进了银行 银行小妹也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很顺从的把抽屉里的钱全拿给了铁锤 而此时的拴柱正在跟快餐店的女服务员闲聊 这位单亲妈妈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的非常简单 拴柱临走时留给了女服务员200美元的小费 拴柱这边刚从快餐店出来 就看到铁锤抱着钱从银行跑了出来 铁锤这次的单独行动让拴柱完全始料不及 但她的反应极快 无纪律的行为拴柱是大为光火 两人回到家又把这辆服务车给掩埋了 然后开着另一辆凯迪拉克再次上路 接到报案的督爷和搭档来到了银行 例行询问了之后 督爷来到了旁边的快餐店 由于铁锤的行为过于明显 当时就餐的很多人都看到了兄弟俩 本来督爷想从女服务员那里要总的200美元的小费 以便确认那些钱是不是被抢银行的钱 但是被女服务员言辞拒绝了 为了把这些抢来的钱洗干净 然后象征性的赌了几把再把所有的筹码换成了支票 转过天哥俩找到了他们老妈的遗嘱执行人 把从银行抢来的钱还给了银行 赎回了他们老妈的农场 虽然这位律师意识到兄弟俩的钱来了无证 但作为一名颇有正义感的人士 他早就对那些剥削明指明高的无良银行看不惯了 作为一名老刑侦 督爷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劫匪下次很可能会抢劫他认为的那家银行 于是便带着搭档来了个守住代妇 铁锤和栓柱办完事之后 栓柱来到了前妻家 见到了自己的前妻和儿子 把拖欠前妻很久的抚养费一把手给还上 但作为一个银行劫匪 栓柱实在没有什么正能量的话可跟儿子说 转过天兄弟俩再次上路了 他们要最后再干一次 以便改善目前这种窘迫的生活状况 但出师不利 由于前妻没有做调查 当他们来到银行的时候 发现银行居然没有开门 哥俩一商量 便决定去另外一个镇子上比较大的银行去抢 都爷和搭档守住代妇了好几天也没动静 于是便再一次进行了分析 这次都爷的想法 竟然跟兄弟俩的思路是不谋而合 这也是一个大镇子 民风相当的彪悍 很多牛仔都是枪不离手 兄弟俩的贸然出现 刚开始确实把这些人吓得不清 但他们很快就反应过来 在这场抢战中 铁锤和栓柱为了保命 被迫枪杀了几个人 这也是他们自打抢银行以来 头一次闹出人的 兄弟俩落荒而逃 而小镇的镇民也自发组成了一支追捕小队 在后面紧追不舍 后有追兵而栓柱又受了伤 在这种情况下铁锤也活出去 他把车一横端起机关枪就是一通扫射 这帮镇民一看铁锤是个亡命之徒 吓得纷纷掉头往回跑 虽然吓跑了追兵 但铁锤意识到这条路基本上又走到头了 他现在只能把自己交出去保住弟弟 出了镇子之后 铁锤让栓柱带着钱去赌场还钱 然后把剩余的欠款还给银行 为了能让弟弟栓柱顺利脱身 铁锤开着车吸引了警方的注意力 双方一前一后展开了追逐 铁锤直接把车开到了山丘上 给了警方一个下马位 然后双方就展开了对射 都爷的那位印第安搭档不幸中难身亡 这下可把都爷给气疯了 在搞清楚了铁锤的位置之后 都爷扛着枪来到了山丘的另一侧 这是一场毫无玄见的火拼 铁锤抱着必死的决心 跟警方玩着命 当他正坐在石头上喘气的时候 被都爷一枪给毙了 而栓柱在赌场里的电视新闻上 也得知了哥哥铁锤的死讯 转过天 栓柱来到银行 付清了剩下的余款 成功的粉碎了银行 企图霸占他家农场的阴谋 都爷总算是退休了 但他依然惦记了银行抢劫案 他知道作案的是两个人 既然铁锤的身份搞清楚 那么他现在深刻怀疑 另一个人就是栓柱 虽然警方经过各方面的调查 认为栓柱根本就不具备作案的条件 但都爷凭着多年办案的经验 依然认为另一个劫匪就是栓柱 虽然他没有任何的证据 老爷子在家思考了很久 最后决定去摸摸栓柱的底细 面对这位杀了自己哥哥的不速之客 栓柱显得异常的冷静 现如今他的农场已经开采出了石油 每个月大约会有5万美元的紧张 他可不想因为一时的冲动 而毁了这来之不易的一切 但抢银行并且闹出人命的事儿 却始终让他无法释怀 他想在都爷那里寻求解脱 而都爷也心照不宣地答应了 影片的价值观虽然有些问题 但同时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君子爱财要有道 合力合法赚钞票 要是都像这二位社会起步全乱套